那么第三个呢 我们要说一个叫reducer的分解 刚才为什么我那打错了一个呢 因为我记错了你知道吗 就是这个地方reducer函数 我们现在看到的reducer函数 只有 等会儿 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的reducer函数 其实 这个地方的reducer函数 我们现在已经搁到star里面 star里面的reducer函数 其实来讲就只有一个 那好如果我有一万个这个reducer 那么怎么办呢 就是比如说这一万个action 那你这个函数就会写的特别长 这没法maintain 那大家说呢 那你也不能不处理啊 你有一个就得算一个 是有一个算一个 但事实上我们希望每一个函数不是那么大 如果不是那么大的话 那么事实上我们可以做一种操作 我们可以把它分开 把它分的细一点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把一个可以分多个reducer 然后把这个多个reducer最后comband起来 然后扔给star 我这么说一下 我们可以生成多个reducer 然后把这些reducer合并成一个 而且底下大家可能会问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多个reducer的话 一个action来了以后是哪个reducer接 大家思考一个问题 如果一个action来了 哪个reducer相应 其实我告诉你是全都相应 这个呢 我们不会做例子 我就告诉你 全都会相应 也就是说 每个reducer函数都会被调容一遍 比如说我有两个reducer的话 那么这个action就会给reducer一运行一遍 给reducer二运行一遍 然后那么如果他中间有了各种那什么 那就都有 那就他该怎么操作怎么操作 而且反正jar script也是单线成的 这个问题倒不大 那么到这的时候底下有一点 我们会在这我们把它分解开 我拷贝它一下 然后把它分解掉 这个时候我怎么把它拆开呢 那我就拆两个拆两个函数 function 那function一呢 就叫reducer一就完了 那reducer一呢 其实来讲我也拷贝上面这个 但是我直接在上面裁减就完了 这样快一点 那么底下那个我就改成reducer二 没问题吧 那么reducer一的话呢 他state进来的时候 他只处理跟name相关的 所以把age去掉 然后的话呢 callingreducer一 我们改一个这样的 然后的话呢 在这里 因为他只操作这个name 然后和age相关的全部删掉 这个没问题吧 然后第二个呢 它里面是跟 它是age 它处理跟age相关的 那么age以外的东西呢 他都不管 那么把change name这块去掉 那他只处理age 对 那么好 那么底下的话 这个地方它怎么去 最后合成一个reducer呢 它是这样 我们可以让letreducer 等于我们调用一个东西 叫combine reducers 这个东西要从哪里拿呢 要从 要从redux里面拿 叫 好 bine reducers OK 那么拿到这个东西以后呢 我直接 调用它 它后面的参数 是个什么东西 它后面的参数 其实是一个 对象 这个对象里面呢 你就把这两个reducer 都放进去就好了 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能不能用啊 刷 你现在发现 这东西出不来了 为什么 我说一下 我们还要去捣一下 刚才这个 刚才这个东西 我们还没关啊 你看啊 现在props出来 原来props里面是 这个结构是单一的 现在它分成了reducer1和reducer2 在reducer1底下有name 在reducer2底下有age 所以刚才为什么我在这 犯了个错误呢 就是因为我那个代码 是现在这个版本的 所以我当时就恍惚了一下 那么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你要改的话 你就得在这加个东西 把这加成reducer2 docer1这个地方加成reducer2 ok 我们看一下能不能出来 ok这个出来了吧 好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个例子 我们整个是说把redux分成多个reducer 并且让它能够ok 并且同时app.js中的名字空间会发生变化 那么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做完了 那么做完了以后 我们会发现整个在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里边 我们会发现它是component 然后有action 有star 然后app和index的 就是相对来说 我们可以看到 它其实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个没保存 它为什么其实要这么做呢 其实就是让每个component 专心于做自己的事情 然后它把其他 跟它无关的东西 全部剥离出来 就是让它该待在该带的地方 这个呢 是一个业内比较流行的一种 best practice 就是说 反正起名字 大概是这样 但是有些团队 如果你不这么起呢 就是团队里反正 反正只要有个规则 这事也没问题 但是如果没有的话呢 你也可以用我的这套规则来做 这都是ok的